接下来我们磨斜边 松开机器侧面的两个螺丝 扭动开关让机头前倾 扭到倾斜角度30度左右即可 之后扭紧螺丝 之后把磨头升上去 现在我们换上磨轮 步骤铜上 第一道磨需要换上三色轮 同时我们把底轮的靠轮装上 之后把支架换个方向 安装到主机 调整靠轮位置到镜子边缘 现在我们调整磨的角度 先松掉开关 用手柄来调整角度 从零度达到五颗度即可 固定好螺丝 开关恢复原位 轮子调节下来 打开水的开关 把水放到磨轮磨口 打开高速转速开关 沿镜子边缘磨变 磨好一变后旋转磨另一变 关闭气动开关 旋转镜子面 打开气动开关 磨好另一变 整体第一变就磨好了 接下来我们换磨轮做第二变磨 取下粗磨轮装上精磨轮 和第一变一样调整磨轮高度 打开低速磨轮开关 磨完第一变后打开高速磨轮开关 开始第二次精磨 这就是两变精磨后的效果 我们现在换上羊毛轮精醒抛光 步骤跟之前的换纹一致 抛光需要用抛光水 拿抛光粉放入桶中 与水的比例是1比3 放水搅拌均匀 拿水泵放到水桶 将抛光水用水管接入机器 抛光速度不易过快 以低速磨轮即可 还是跟之前一样完成抛光 来看看最终的效果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